台南的登革熱已經嚴重到 其實在台北的觀眾 我真的要告訴你們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而且呢其實已經出現 死亡病例了 一名男子 其實他跟他太太結婚才一年多 算是新婚 然後他太太是有慢性病的 那在9月中旬的時候就得了登革熱 9天之後他就過世了 他只要很傷心的處理太太的後事 處理完之後發現他自己也有登革熱 然後他的養母也得了登革熱 所以他真的氣炸了 他昨天到台南地檢署去提告 他告總統蔡英文 告市長黃偉哲 這個獨職 他說他不要賠償 他只要這些官員出來公開向全民道歉 因為在疫情之前呢 能防的 能夠積極防治的 他們都沒有做 所以他要這個總統跟台南市長出來道歉 但我覺得他小告一個人 是賴清德 其實從賴清德任內 登革熱就是治不好 就搞不好一直拖到現在都沒有辦法 現在說台南已經將近2萬人確診了 這就是台南賴清德的本命區 已經有人來提告氣到提告了 賴清德還好意思選下去啊 賴清德跟黃偉哲一個是醫師 一個是公衛專家 黃偉哲我沒記錯的話 是不是哈佛大學的公衛碩士啊 老實是這樣教你處理這個 所謂世界衛生組織 WHO定義的環境不節傳染病 是一個低級 而且低階 在第三世界才會爆發的登革熱 老實是這樣教你處理的嗎 賴清德跟黃偉哲 真的他們如果這麼 他們又喜歡學日本啊 又喜歡在那邊 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這種狀況 你們要不要學日本人的那個勇氣 執政到這樣子 敢不用切把罪三 一個去切副一個當戒錯好了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啊 我提醒大家一下 剛才我們上一段的時候 戒凡講到這個信賴 然後我把它翻成英文叫Sex and Lie 信跟Lie 當然我們取其諧音啦 大家要知道 最早在講信賴 這個就是黃偉哲 也就是在2018他在選市長 要當賴清德接班人的時候 他那時候的slogan 就取他們兩個人的一個信跟一個名 很噁心你自己去想 他講信賴選擇 那時候我們還那個給他改的 還不是現在這個Sex and Lie 是哦他姓啊 貴姓大名的那個姓啊 信賴嗎 你信賴啊 他的哲叫黃偉哲的哲 信賴選擇 全台南都還記得這個slogan 那大家去想看啊 他們執政傳承的是什麼 就登革熱 時隔八年 你以為黃偉哲現在這個快兩萬例 然後害死人家 妻子 然後害得母親也生重病 自己也得到登革熱的這一家人 是獨特的 是剛發生的嗎 我問大家報告很遺憾的 並不是 八年前啊 時隔八年 這一路傳承上來的起源 在賴清德當市長之後 就是這麼回事 賴清德好巧不巧 也是他連任後的隔年 台南爆發了全世界 全世界 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登革熱疫情 那一年光是台南市 他們願意承認的死亡人數 你要聽好 是他們願意承認的死亡人數 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二 那是我們的同胞的性命 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千萬不要因為 自己不在台南生活 或是沒有親友在台南 你就真的一點都感覺不出來 我剛才講信賴一開始是 台南黃偉哲在喊 信成這樣子 然後整個登革熱今年 又快要兩萬例了 而且越到尾聲會越可怕 為什麼 因為病霉紋 就是登革熱的病霉紋 給大家科普一下 有四種病霉紋 他一種或兩種咬到的時候 你可能身體的免疫力還夠 或是你就覺得是不是什麼流感 或是什麼樣的狀況 一種兩種的病霉紋大概是這樣 但是超過兩種以上 被咬到混合到了 他的致死機率就會幾倍幾倍的攀升 大家就知道 那你現在去看 如果到現在陌生段 再很兇猛 然後他們所有的數字 包括死亡 都是給你管控的這種狀況之下 人民只是被溫水煮青蛙 然後越來越無知 他就要像學生問的一樣 是不是在得過且過 我們老百姓還能怎麼樣呢 你現在看到這種噴藥的畫面 跑到人家家 哎我跟你講 真的你全家這樣被他噴完一次 蚊子不曉得有沒有事 聞到的人絕對都有事 所以台南 現在全台灣如果跟著信賴的話 那我要很不幸的 信或不信自己判斷 告訴你 全台灣都在台南化 像我昨天 我昨天到台南 全台灣都在台南化 你知道為什麼我突然跳出來嗎 我就是要問你說 你昨天不是去台南廟會開獎 然後今天還有一場嗎對不對 請問你有防蚊液 防蚊各式各樣的裝備有處理好嗎 你有沒有怕被蚊子 我真的很怕你被蚊子咬到 我有全身穿長袖長褲說實話 是為了防蚊 其實是你會擔心的就對了 我在台南長大的我知道啊 很可怕台南啊對啊 所以這個登革熱其實現在就是 你知道嗎 一般主流媒體是沒有在報的 沒有人知道台南登革熱是這麼的嚴重 然後 而且出人命了 沒有人知道耶 真的沒有人知道 真的只有在中天才知道 真的只有毛哥像這種 他是台南人 然後 他昨天剛好也有去廟宇開獎 才知道的 這個就是賴清德的本命區 他的台南市 嗯 太可怕了啊 就是說 我在接續我剛剛講 為什麼我說全台灣都在快速的台南化 因為賴清德 拿著他驕傲的台南經驗 大家記得嗎 他拿著他驕傲的台南經驗 落跑市長跑去當行政院長 從他當行政院長 後來一路 他又當了副總統 現在又當了民進黨的主席 然後又選總統 他把他的台南經驗 擴大到全國啊 所以你現在看得到 他這個新潮流賴清德的執政模式 山也BOT 海也BOT 所有國營企業可以用來鋪太陽能光電板的 是不是都鋪了 台唐 台岩 你以為只有在台南那樣給你搞 然後會開槍嗎 往南現在連到屏東 台唐都又整了十幾萬坪的地 可以耕種的 原來種芒果還可以外銷 全台灣最貴的芒果 在屏東縣 因為那邊熱帶 很熱 芒果又香又甜又好吃 現在那邊全部不用了 以前租跟台唐在屏東租地來種芒果的 現在全部不用租了 因為我告訴你們他們多麼會玩 嘉南平原今年是一期到座 二期到座全部休耕 因為他說水不夠用 水要流著 被用 被什麼用 被他們那些開工廠做生意的好朋友用 他寧願這樣拿去用 他也不給農民種稻 因為種稻要廢水 可是你請問一下 你天天又跟我們說要打仗 那打仗第一件事情 最基本的 戰備除糧 戰備除油 打仗起來台灣被封鎖 我們的油 能用兩個禮拜 瓦斯 能用一個禮拜 你跟誰打仗啊 你自己打仗就打不完啦 到時候 大家會亂成什麼樣子 沒有油 沒有瓦斯 沒有水 沒有電 台灣怎麼活下去 我們光跟這個政府打仗 我們都被 宰好完的 我跟你講 他還叫我們跟別人打仗 那你戰備除糧這一塊呢 加南平原是全台灣的糧倉 四百年來第一次啊 西巴尼來得一拜啦 從正成功到現在 加南平原什麼時候 全年第一次 今年你要聽好 聽到的人 你清醒一點啊 加南平原 四百年來第一次 全年不准種稻 這不就是陳吉仲去發補助的嗎 這不就是你們新潮流整個 從中央到地方 大家都還配合辦理的事情嗎 他們要先把農毀掉 要讓你知道 做農啊 種田啊 賺不到錢 還會被政府糟蹋 老天糟蹋你 政府再來糟蹋你 你說缺水是天災還是人禍 你現在看得出來 是人禍沒有錯啊 因為生活水庫 現在水不是滿的嗎 但是他已經早就不讓你種了 今年全年 加南平原不准種稻 你難道不用謝謝賴清德嗎 你難道不用謝謝這些 噁心的民進黨官員嗎 所以我在提醒大家 我們台南人有義務告訴全國的朋友 觀眾朋友們 你們聽到的人 也有義務要去分享跟大家 賴清德帶著他自豪的台南經驗在治國 全台灣現在在快速的台南化 不管土地徵收 強徵 強拆 欺負人 炒地皮 然後 跟所有財團 供應鏈 他們的政商混合體 怎麼樣又透過國家的資源去擺 鄭文燦 他們新潮流 原來 可能要選總統的 現在在 用副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的位子 幹行政院院長做的事情 然後把資源擺到對的地方 什麼叫對的地方 就是我們重要的朋友 可以吃很好的地方 那我們 大家就吃很好 因為這整個供應鏈怎麼設計 怎麼獲利 你從 連疫苗這種 害死人的 他們都可以賺錢 心黑到什麼程度 然後 原來台電發電 一度一塊多不到兩塊成本的東西 現在他去買風電 去買太陽能電 五塊多給你買到七塊半的都有 我昨天還已經在台南中天廟口開講 獨家給大家揭露跟報告這個事情 希望大家認真去追這個事情 而且你跟你們講這個好消息 你的電費會倍數成長 好不好 這消息算不算好 很光榮 身在台灣經濟最好的時候 我們付昂貴的電費 是不是應該覺得驕傲 信賴 愛台灣 挺台 台派 這些話喊出來 頭殼都壞了 你知道嗎 那現在還有更貴的電 為什麼 因為儲能 我們知道他們現在要放那種 大電池儲能 就是以後這個太陽能板 我們說什麼 白天才有太陽 晚上又沒有太陽 那你這個太陽能發的電這麼多 不都白發了嗎 你們花那麼多錢買不都騙人嗎 我告訴你 謊言只能一直一直往上堆疊 他要用99個謊來圓第一個謊 他們現在已經圓到第99000個謊 然後現在謊搭到什麼程度 儲能設備 台電去跟儲能設備買電 那才叫誇張 一度買多少錢 9塊半 也就是說 我風電光電不是已經給你花這麼多錢了嗎 為什麼儲能還更貴 對 風電光電買的錢還不夠 儲能一度9塊半 那他台電花了9塊半去跟儲能買電 他那一店會放到沒電嗎 他一定是 製造你家缺電 再把電輸到你家去 他一度買9塊半 他要賣你幾塊錢 戒凡這個 一想就覺得恐怖了 我不要 我光看 收到那個夏季電費的電費單 我都已經快要崩潰了 我要再漲電價 我真的 真的真的要活不下去了 毛哥你剛剛講說這個台南人 真的有義務把他們 他們經歷的 從這個賴清德時代開始的這些 這些執政的爛仗 讓全台灣人知道 那我也要告訴你說 之前有一個民調 是游英龍做的民調 你知道全台灣 大家不希望民進黨繼續執政的 其中一個竟然是 台南也是這樣認為 只有高雄堅定支持 就是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但是台南連他的本命區 都覺得不應該讓民進黨繼續執政了 所以台南的朋友 如果現在你有在我們的這個 在我們頻道上 在我們的這個線上 請你努力的告訴 告訴所有的人 賴清德的執政是這樣的 如果你希望你的台南 變成以後的台灣 天啊 我跟你講你剛剛講那個鄭成功 我們小時候讀的鄭成功 跟我女兒讀的鄭成功 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現在 這就是現在我們的我們的生活 我們要改變 要改變就是明年1月13號 那一票投下去 為我們自己做改變對不對 好那今天真的謝謝 謝謝毛哥 你今天這個又要去台南 房文藝 來注意 謝謝毛哥 謝謝大家 聽毛哥講 加入我們的討論 拜拜 拜拜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無外的健康